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的不动产 当我们充满活力的时候就不会觉得 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才会感同身受 如果一个人60岁之后还要大干一场 就要持续的养生 争取活到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岁 想一想 活到一百岁那么从60岁开始人生还有40年 不做一番事业怎么能行呢 孔子说50岁知天命 到了50岁就知道命运如何了 这句话被很多人解释为50岁之后就别折腾了 天天由命吧 事实上 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要顺从命运 然后改变命运 从此不再物理看花 孔子50多岁的时候从鲁国辞职了 开启了周游的步伐 先后去了魏国 陈国 菜国等等 魏林公还决定高薪聘请他 却不重用他 陈菜两国害怕孔子帮助其他的国家称霸 把他和弟子都围困起来 他在匡地被人当成是恶人养虎 当然 一路上也遇到了很多智者 学到了不少东西 比方说有一个叫林类的老人 靠时倒碎为生 但是呢却很乐观 看透了生死 把生死比喻成一来一去 周游了十几个国家之后 孔子回到了家乡 从此专注于写书 育人 活到了七十多岁 在春秋时 活到七十那就是古来写了 非常难得 孔子没有得到大量的金子银子 但却富得流油 他的思想得到了传播 领略了很多地方的风土人情 知道了天下的局势 更有名气 弟子们成熟了 教学资源更加丰富了 财富在生命里灼灼发光 另一方面 孔子高寿 和锻炼一日三餐 心态调整 等密不可分 《论语相当》中记载 食意而皆 与哪儿肉败 不食 色恶 不食 臭恶 不食 失刃 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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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曰 肉虽多 不食胜食器 虽酒无量 不及乱 人者受 留得青山在 天天有柴烧 发财的梦想始于足下 对于步力铿锵的人来说 总有一天会抵达 对于走不动的人来说 难于上青天 紧跟时代的人 总能够遇到机缘巧合 圣经中写道 因为得智慧 胜过得银子 其利益强如金金 老年人 拼命做体力活 显然是不可取的 就算身体很健康的老人 也别去和小伙子硬拼 在智慧和经验方面 老人是略胜一筹的 关键是 如何应用 时代在飞速的发展 很多道理都推陈出新 学会了以功为首 就有可能 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 网络平台上 有一个叫岁月妈妈的老人 已经有90多岁了 生活日常能够自理 还常常帮助儿孙们做事 老人勤于种各种农家菜 能缝补被套 很快就吸引了网友们的注意 大家很快还发现 帮老人拍摄的人 是他60多岁的女儿 老人赚了多少钱 我们不去随便地猜测 但是不服输的镜头 令人佩服 有的年轻人 在本该奋斗的年纪 却选择了坐地不起 得过且过 有的老人 在本该歇息的年纪 选择了奋斗 把过去的点点滴滴 变成新时代的怀旧 创意 从而带来收入 从现实来说 很多老人 都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 和儿孙的支持密不可分 老人愿意学习 儿孙愿意传授 并且一起向社会学习 向周围的人取金 赚钱就容易多了 三 早有预谋的人 退休就是开始 新华网上有一个消息 湖南诸州的渔国鸡 马力明 魏正 都是八十岁左右的老人 但是他们都没闲子 开着一家小饭店 多年前 他们是诸州 某机车厂的职工 是工友 也是朋友 常常在一起闲聊 哎呀 咱退休了 应该做点什么呢 三个老人常常琢磨 还把想法告诉了家人 在大家庭的支持下 2020年时饭店就轰轰烈烈的开业了 老人们还说 如果饭店赚钱了 就买一台房车 慢慢旅行 常常在媒体上看到一些退休人员的倾诉 感觉退下来之后生活很茫然 似乎人生到了这个时候 完全失去了动力了 不知该如何打发日子 其实退休之后 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是享受生活 以及活出自己幸福的日子 此前的工作时光 每个人都有生存压力 不管是你坐在格子间里的白领打工者 还是灰汗在工地上的蓝领体力劳动者 亦或是你是公司大老板或者小创业者 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压力 或者你每天必须按时打卡上班 或者你要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 或者你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 或者你面临被解雇下岗的忧虑 但一旦你退休 就离开了这些禁锢身体 或者灵魂的牢狱 你自由了 虽然退休者中 大多经济并不是很富裕 但是退休金 已足够支持生活的必须了 所以人们要考虑的 就是退休之后的生活 余生如何度过 此时或许还有一些人 已经是单身了 到了这个年纪 有一部分人已经离婚或者丧偶 于是离开了工作多年的组织 一个人孤零零的守候在家里 未免感觉人生竟是如此悲凉 一股孤独感油然而生 凄凉无比的心态开始伴随你 但是我要对你说的是 祝福你 你的幸福人生开始了 因为从这时开始 你完全自由了 你的生命开始由你自由支配 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你再也不必为五斗米折腰 再也不必看某些人的脸色行事 再也不必绞尽脑汁的 做哪些不喜欢的工作 有句话叫做 人生从六十岁开始 说的就是这种状态 回顾走过的路 从孩童懂事起 你就被迫做许多 也许自己不喜欢的事 现在你可以做到 任何喜欢的事情了 钓鱼 养花 下棋 唱歌 跳舞 写书法 玩摄影 健身 出游 以往你想做而无法做的事 你想去而去不了的地方 都可以尽情地去做 毫无顾忌地实现 当然 做这一切的前提 除了有一份足够养活你的养老金之外 还要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每天坚持健身 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是退休人员的第一要务 所以 退休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选择最适合自己健身的项目 或者健步走 或者坐操 或者游泳 或者长跑 在每天锻炼 控制饮食 具有初步健康身体的基础上 你就可以开始自己的退休计划了 选择自己最喜欢 最能发挥自己优势的爱好 尽情地挥洒自己的财情吧 现在有一句激励的话叫做 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无论你是50岁60岁70亿或是80 都有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或者一个不小心成为某个领域的大咖也未必可知啊 比如60岁开始识字 80岁成为畅销书作家的东北老人江淑梅 比如77岁开始学画画 80多岁成为著名画家的美国老人摩西奶奶 退休之后脱离了工作单位的人生嘈杂的办公室 有些人会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适应的孤独 孤独其实也是一种美好的时光 你可以在心中与自己对话 与书籍对话 在阅读与思考中让自己变得更加充实 你可以反思自己曾经做过哪些措施 警告自己未来如何避免或者修正错误 你可以把有限的时间用来做自己最需要做的事 而不是疲于应付那些不喜欢做的事 因此除了健身退休后 还应该多看书籍和文章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赵能量的书籍和文章是鼓舞和激励人们退休之后 建立美好生活的精神良食 如今科技飞速的发展 新的生活理念 包括养生知识 科技普及 都是退休人员必读的 当然 还有以前从未系统阅读的历史知识 也是进入新生活的精神食量 通过阅读 你的精神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你的孤独感会逐渐减少 你深知自己虽然是茫茫宇宙中渺小的一份子 但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可以拥有自己向往的后续人生 先让自己有价值 走进社会 才能赚到钱 生活千疮百孔 也千姿百态呀 你从哪一个方面看 生活就是什么样子 六十岁之后 你要好好休息 还是努力赚钱 还是瞎逛 都是自己说了算 只要你有目标 而不是浑浑浑浆浆的过下去 不要让珍贵的余生 成了一天又一天的重复 而是一天又一天的开始 那就好好轻盈自己吧 银子多了 自己花不完 给子孙后代 去做善事 都行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